從今天開始 你就走你的信義路 我就走我的仁愛路 這兩條路呢 不但平行 而且沒有交會點 這樣你滿意了吧 怎麼了 真的不舒服啊 成敬 你認識啊 醫生有說過 你剛開完刀 不適合拿中的東西 走吧 我送你回去 白忠祐 你今天怎麼了啊 怎麼感覺跟平常不太一樣啊 有嗎 有啊 你今天感覺 好像哪裡不對勁 是發生什麼事啊 沒有啊 什麼事都沒有 好 是不是我們案子出了問題 我說沒事 你明明就看起來 一副有心事的樣子 你來說沒有 我就有啊 你幹嘛不說 沒錯 我心裡是有事 但是我就是不想跟你說 因為你有事也不跟我說 所以我幹嘛要跟你說 你到底在講什麼啊 到底在講什麼啊 到底在講什麼啊 天啊 你怎麼還在裝啊 李懿華啊 你好會演耶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啊 你不知道 你怎麼沒有告訴我 張紹謙要你陪她去米蘭工作的事情 你怎麼知道這事啊 若要人不知 除非寂寞為了 什麼啊 事情也還沒有確定好不好 是嗎 沒有確定 但是你也沒有拒絕啊 你有拒絕她嗎 你沒有 拜託你小姐 你做的事情可不可以先經過你的大腦啊 雖然你傻傻的不聰明 可是基本的嘗試你也該有啊 你小時候爸爸沒有告訴過你嗎 不要相信陌生人講的話 你跟張紹謙才認識多久 你就要跟他去米蘭工作 米蘭有多遠你知不知道 白忠祐 你等一下 你才等一下 我還沒說完 昨天呢 我還真的搜尋過了 米蘭離台北要一萬零七百多公里 好遠的啊 我拜託你 小姐 請你把你的眼睛睜大一點好不好 你講完了沒啊 你管這麼多幹嘛 我管這麼多 拜託小姐 我是在替你著想你 就算我要跟張紹謙去米蘭也不關你的事 好啊 不關我的事 好 以後你的事情我都不管 可以 從今天開始 你就走你的信義路 我就走我的仁愛路 這兩條路呢 不但平行 而且沒有交會點 這樣你滿意了吧 喂 梨華 你幹嘛 喂 梨華 梨華 你還真行走啊 梨華 去哪啊 你別走吧 你才剛出院 別這樣子啊 欸 梨華 你要去哪啊 你別走那麼快嘛 醫生說啊 你剛出院 不能做太激烈的運動 你走那麼快 小心傷口會痛啊 傷口會不會痛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吧 怎麼會跟我沒有關係呢 我會擔心嘛 你不用擔心啊 因為我現在走的是我的信義路 你的仁愛路在那邊 哎呀 我只是打個比方嘛 你不要這麼生氣嘛 我給你道歉好不好 怎麼了 真的不舒服啊 才能見你 你認識啊 我自己來就好 王哥 我自己來就好 其实我跟你说 邵谦跟刚刚那个女的 一起吃饭 还蛮正常的啊 有时候朋友一起约吃饭 没什么的啦 对啊 你认识刚刚跟邵谦吃饭 那个女生对不对 算是认识吧 她到底是谁啊 其实也算不上什么认识不认识 就只不过是 应该这么说吧 我呢跟邵谦 还有刚刚那个女的 算是大学同学 我很好奇一件事 邵谦有跟我说过 你们曾经是大学同学 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就没有再联络了 我问你 你到底做了什么 对不起张绍谦的事 她不敢说的 就让我为你们说明 当年 霍水一镜跟本案关系人 张绍谦先生 实乃地下情侣 两人偷来岸去好多年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 而霍水一镜呢 长得是又妖娇又美丽 总之 我的当事人不知道 霍水女跟她的好友张绍谦 正在交往 又因为年幼无知 被下半身操控了她的上半身 在受不了霍水女一镜的勾引之下 就被张绍谦当场抓奸在床了 真的越讲越夸张啊 没有上床 没上床啊 什么都没做 从头到尾都乱讲 你怎么都不讲重点 那天因为下大雨嘛 对 一华 我跟你说 其实那天呢 是下着倾盆大雨 然后我在家看书嘛 然后刚好就接到一通电话 陈一镜打给我 她说她可不可以来我家躲雨 结果她一来之后我看她 很可怜 然后全身湿答答的 我就想说 好吧 那你先去洗个澡 换一个干净的衣服给她 就这么简单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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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嘛 我真的不知道 她是张绍谦的女朋友耶 我知道 我以前真的是很烂很渣 但是再怎么样烂再怎么样渣 也不会碰朋友的女朋友吧 更重要的是 我们连扫子都没有前面 是 我的当事员跟陈一镜 的确是连门都没有进过 但是张绍谦就不巧地 给她看到了 你怎么这么确定 因为当时我跟当事员呢 是住在一起的 事情发生的当下 我正好坐在客厅 所以我能够证实 就是这样了 这就是事实啊 原来这个事情还是有温暖的 就这么简单 不过其实 如果本案关系人 再晚来一步的话 就真的会抓奸在床了吧 你真的着急 我成全你 你真的是 法官大人 救命我乱讲 法官大人救命 好 不要再玩了啦 不要再玩了 看到没有 你这个抢头上两边倒 两边倒 所以 他跟张绍谦会决裂 是因为陈一镜的关系 法官大人英明 确实如此 其实这件事情 我早就想告诉你了 虽然你跟陈一镜 什么都没做 但是你毕竟把人家 带到你家门口 如果我是张绍谦 我也不会原谅你 你以为道歉有用吗 道歉有用 我们还需要英明的 法官大人吗 法官大人是不是 法官大人来 法官大人 我当时想攻击我 你要给我加暴力 我都离他远一点 所以你也觉得 他们两个会变成这个样子 是陈一镜的问题了吗 其实我这样说 一个女孩子不太好 不过我觉得 陈一镜就是那种 价值观很有问题的女孩子 她明明知道 绍谦跟钟佑是好朋友的关系 还主动来接近钟佑 并且刻意不说明 她自己是张绍谦的女朋友 这不就证明她的心态 很有问题吗 而且跟钟佑这件事情之后呢 她就主动跟张绍谦分手 过没多久 就听说她嫁到法国去了 嫁给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有钱的老头子 听说前阵子 陈一镜离婚了没 当年张绍谦对陈一镜那么痴情 连看到你对陈一镜那样子 她都不跟陈一镜提分手 现在她回来找张绍谦 该不会她们要复合呢